好 持續帶來關心花蓮颱風的最新的動態 那記得現在所在的地方是花蓮的吉安河濱公園 可以看到一旁的這個浪高已經一層一層的打上來 這個浪高已經高達了3到5米 其實非常的大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相關的海巡人員 也都站在兩側 要來呼籲市民朋友們 其實不能到這個暗境來觀浪 因為其實是非常的危險 但是我們轉到另外一頭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在人行道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非常多的市民朋友們 還是把握這個現在還沒有開始下雨的好天氣 來著河濱公園 散散步 遛狗 以及跑步 那我們來一起來聽稍早的回應 因為還沒有雨 對啊 所以整天就是都是太陽而已 因為這個晚間雨是會越來越強 那之前有沒有什麼樣的防派的準備呢 有啊 就多買一些青菜的那些 有啊 騎到杜拜來到這門口 嘿嘿嘿嘿 嘿嘿嘿 這麼好 這麼多天出來走是很好 那今天都還沒有感受到颱風天嗎 都沒有風 嗯 稍微啦 是風 對 風 風比較大 嘿嘿嘿 但是這裡來說這樣還算不錯啦 可以聽到因為民眾是說 因為目前都還沒有感受到這個颱風天的感覺 但是的確現在風是已經有比較大 但是雨勢的部分的話 目前整天都是晴空萬里的部分 但是因為其實在這個河濱公園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過去這個浪高如果真的浪打上來的話 其實它是會打到人行到這邊的 所以其實剛才海巡人員也有特別強調說 如果稍晚如果浪真的打到上頭來的話 其實也會把這個 兩邊這個來做出封鎖線 那就是要來防止這個安全性的部分 那以上就是為你掌握資訊 把鏡頭站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